好,你們眷屍了嗎?你們往身上潑水了嗎? 今天是4月21號,4月21號,週末 昨天我和班農先生在郭媒體就有關郭台銘競選台灣總統 這個問題我們倆進行了一個和咱們戰友們的一個聊天 反應極大,嚴重的想是影響惡劣 因為共產黨的中央店來說影響惡劣 咱就希望影響惡劣 那麼很多人,很多人對這個事情高度關注 從昨天播的中間就有當事人給我發信息 不要說我的名字,不要說我的名字 當然沒說了,朋友是必須保護的 後來看到港澳台,海外華人影響巨大 影響巨大,昨天大家普遍認為這是一期非常好的節目 那麼也有很多人在問,為什麼文貴你要挑戰李嘉誠? 為什麼要挑戰馬雲?為什麼要挑戰郭台銘? 這個問題很深刻 我本來今天要直播說呢,但是都半夜了 我怕這國內的戰友又起床 然後又不好好睡覺 然後明天上班有問題 所以說我現在直播真有壓力 考慮時間的問題 我就算了吧,錄播一下 實際上很簡單 首先是李嘉誠先生 深度捲入對我們爆料革命的滅爆小鼠 孫力軍、孟建柱、王岐山、江家、江志成 郭台銘他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了台灣2300萬人民的安全 那當然是助紂為虐了 而且還有更深的背後的原因 咱以後再說 那馬雲就更不用說了 裝神弄鬼 欺騙孩子 欺騙天將 賣假貨 商業詐騙 大家看看馬雲有幾句話 是真的 你看他騙的這個這個這個 當年的牙魂 你看看他騙的軟銀當年 只要是大家能讓他當事人說心裡話 你們會震驚的 不就是背靠著共產黨 背靠著江家還有幾個盜國賊家族 邪盜國賊 而令天下諸才子而臣服 不就玩這流氓嗎 很多孩子們問我 郭叔怎麼致富 郭叔不願意給你們講真相 講了真相你就不置業了 你就搞革命了 還有 孩子們當時你們知道這真相以後 你們就難以相信 你們成長當中 大人和老師給你們說的話 所謂的正能量都是騙能量 都是騙能量 你接受不了的 你像馬雲你往歷史上看他說的話 你看看他當年怎麼成長 沒有政治他屁毛都不是 無辱質疑 李嘉誠 阿里巴巴馬雲和郭太平 都是人中級 絕對是天才中的天才 同樣的事情 大家如果都願意走他殺這個天才走過的路 很多人也會是天才中的天才中的天才 因為他敢於冒險 敢於撒謊 敢於媒體線 敢於作惡 如果你走這條路的話 那可能你有機會 但是在這三人的路的前面 又有多少人 可以說是小命烏糊 家破人亡 太多了 那就失敗者是沒有人記住的 只有成功者和僥倖的 僥倖的留下的這種存在者 所以說事情很複雜 事實很簡單 作惡者有成功的機會代價極大 所以說中國老祖宗說的話 別老看賊吃飯 你得看賊挨打的手 包括那共產黨 那共產黨多少人進監獄了 誰記得呀 都不記得在周端坑裡邊站著的人 倒下的人 在秦城監獄的人 文化大革命被殺的那一個個人 副主席 林彪 劉少奇 彭德懷 朱德 愛國人士 梁思成 陳奎英 林奎英 林奎英死得早 家族又如何 是不是 革命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 政治的東西在中國都是險惡 所以說中國老祖宗 總結出富貴險中求 這個馬雲和李嘉誠先生 和這個郭台銘先生 冒險冒的比較大 但是最終你去想想 十年後 郭台銘先生已經是七十六歲 七十八歲了 李嘉誠先生就一百多歲了 但是他老人家還都在 還有這江澤民先生也一百一二十歲了 連那個毛毛江志成 那個時候也四五十歲了 你想這江山什麼樣 周南坑人還誰在啊 所以說別作惡 不要用一國人民的未來 和孩子的未來 來換幾個家族今天短暫的享受 和掠奪的愉快 這個掠奪的愉快 會讓你付出巨大的代價 文貴經歷過這些 看透了 看透了 所以說為啥挑戰你們三人 第一 對我本人 對我們爆料革命 具有巨大威脅 第二 與我們喜馬拉雅目標 有巨大的矛盾 第三 你們三個的假、騙、盜 要愚弄於天下 特別愚弄我們十四億中國人民 現在已經把香港葬送到這個程度了 還要把台灣給葬送 大陸已經成了地獄了 你要把香港、台灣也變成地獄的一部分 那對不起了 咱給你個人無怨無仇 是你們找上門來的 接下來的事兒會很多 相當地多 相當地多 親愛的戰友們啊 戰友們 這些料 做菜一樣 慢慢的料 慢慢的下 什麼八角啊 大魂香啊 小魂香啊 花椒啊 辣椒粉啊 最後再加點什麼料酒啊 是吧 然後呢 還得這個熱一下鍋啊 就啪把菜放進去 一打開 潘多拉盒子 才能成菜嘛 所以說 藏不住 藏不住 你們藏不住 新加坡能藏住嗎?歐洲能藏住嗎? 過幾天 過一段時間 你看看歐洲是怎麼收拾你們 過一段時間 你看看世界怎麼收拾你們 我就不相信 你們現在能把 弄得這十幾人民天天都捂得住 建了一個防火牆 就讓國內人都變成傻子 苟且投生 然後呢 天天騙P2B 那海航 那陳峰 那冠軍 那劉成傑 那王岐山 那孟建柱 那孫力軍 那就拉走了 那不可能的啊 那不可能的啊 所以說戰友們 咱們現在啊 大家記住 這個戰車已經啟動 它想停 難著呢 咱就是把這戰車調的速度 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但是勝利在我們這邊 不在他們那邊 現在這個兩年的變化 大家已經清清楚楚了 他們已經真的成了過節的老鼠 接下來 這週啊 下週 星期四 當委會 又要在紐約開大會 還有美國的金融界 在紐約還有個大會 某個組織 最神秘的 國內被形成 最什麼什麼會 也在紐約上週 叫威特斯特 威特斯特 威特斯特 那個地方有幾個神秘的會 大家查查啊 從這個紐約上城 往上走 叫 蒂芬妮湯 蒂芬妮湯 就是蒂芬妮那個首師 家族建了個湯 那個蒂芬妮家族全在那兒 靠盛哈德森河 再往上 然後又到洛克菲勒 他那個家族的家了 現在他老人家 最後一個洛克菲勒 最牛的人已經死了 就是那個 戴維洛克菲勒 然後 全部是他的家族 都是洛克菲勒的家族 石油 叫石油鎮 然後在那邊就是 威特斯特 什麼 羅弗羅倫啊 什麼 美國的電視明星那個廚房啊 這個 這個 Massas Massas是我的好朋友 但那天我去的家照相的大廚房 看見了嗎 這個大中廠 然後呢 旁邊 那個誰呀 索羅斯 還有幾個大基金大佬啊 都在威特斯特 幾個大明星大導演也都在那兒 美國幾個最牛的律師也在那兒 像我的戴維洛克菲勒樓上房子賣了 幾個最牛的律師 全住那兒 包括剛剛 這個這個幾個大的 這個目的調查報告的幾個律師都在那兒 所以說 威特斯特那地方也有回 這世界精英啊 都聚集在了紐約下周 這幾個會啊 開完以後 我估計 都是各顯神通了 都要去到美國財政部啊 國務院啊 CIA啊 FBI啊 都要去遊說去了 都要各種力量 要說說盜國賊的威脅 包括特別香港的這個遣返法 這個太大的禮物了 太大的禮物了 讓世界讓香港人醒過來了 我今天早上啊 在這個睡醒的時候看到 香港啊 很多人 巨量的人 往海外 正在轉移資產 猴啊 猴啊 想剛的剛筆 看是什麼 還是講嘛啊 現在為14億人民祈福啊